父有地狱,名曰火箭,父有地狱,名曰夹山,父有地狱,名曰通枪,父有地狱,名曰铁车,父有地狱,名曰铁床,父有地狱,名曰铁牛,父有地狱,名曰铁翼 父有地狱,名曰火箭,这个火箭地狱,有很多的箭,箭上头都有火,现在像月球射火箭,这种火箭和地狱的这种火箭是一样的 地狱这种火箭是很厉害的,人要是有罪过,要受这个火箭的果报 父有地狱,名曰夹山,又有一种地狱,人在这种地狱里受苦,受得很厉害的 先是东边的地狱门开了,开了,人就往外跑,好像在监狱里的土匪逃狱似的,以为跑出去就得到自由了 却不知道,一跑出这个地狱,就看见两座山 他认为,跑到山里头去,就可以躲避这种罪过,于是就跑到山里去了 跑到山里,你说怎么样,这山都是活动的山,由四面加拢来了,所以前后左右都是山,一起加,把这个人加成肉饼,血肉模糊的 在那地方,不但地狱的东门是这样,南,西,北门也是这样子 这狱的门打开了,罪人就往外逃,一逃,看见山,就往山里头跑 一跑到山里头去,却不知道这山里头还是地狱 为什么这样?就因为这个众生的罪业太深了,到处都要受国报 到处都要受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剧 为什么有加山地狱这种的国报呢?就因为这个人在生,对人压迫得很厉害 或者他自己有势力来压迫人,所以死了以后,也受这种夹山的国报 富有地狱,名曰通枪 这个枪和剑比,剑比较稀小一点,而枪的枪头很大 这个枪头一炸,就可以把人扎死 在这个通枪地狱里,这枪或者由前边,由后边,由左边,由右边刺来 一次,就把罪人的身体,刺出很多窟窿来 将身体开了很多的窗户,很多的门 所以全身都是窗,都是门了 因此,这叫通枪地狱,这种地狱也是很难受的 富有地狱,名曰铁车 人在这种地狱里头,铁车由罪人的身上走过来 走过去,把人压在底下 而释迦牟尼佛在阴地的时候 有一声,他有天眼通 看见这种地狱里啊 铁车在人的身上走过来 走过去,这种苦太厉害了 他就发一种慈悲心说 我一定要发心修道 将来我成佛时,把这个地狱里的众生都度出去 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最触发慈悲心 富有地狱,名曰铁床 又有一种地狱叫铁床 坐到这个铁床上,或者睡到这个铁床上 床底下就伸出很多刀子来 这些刀子都用火烧红了 这个罪人就被叫来躺在这种铁床上 富有地狱,名曰铁牛 这铁牛地狱是铁牛,都有牛角 用牛角来顶罪人,令人受罪 富有地狱,名曰铁衣 又有一种地狱叫铁衣地狱 这个铁衣是因人再生的时候 受戒又犯戒,就堕落这种铁衣地狱 这种铁衣地狱是怎么样的呢 这种地狱有很多代沟的刺刀 往身上这么一次,就把身上的衣服都给拉破了 拉破了,他就没有衣服穿 然后又从空中飞来一种铁的衣服 这个受罪的人一看空中有衣服来 他就伸手招说 一来,一来 说这个衣服你快来了,快来到我这来 那么招招手,这衣服就来了 一来,把他身上都用铁皮子包上 这个铁皮都是用火烧红的铁 一穿到身上,就把身上都烧得焦烂 变成灰了 变成灰以后呢 等一等巧风一吹 本来也没有个他 又献出一个他的形象 这是铁衣地狱 富有地狱 明曰千刃 富有地狱 明曰铁驴 富有地狱 明曰阳铜 富有地狱 明曰豹主 富有地狱 明曰流火 富有地狱 明曰羹蛇 富有地狱 明曰挫手 富有地狱 明曰烧脚 富有地狱 明曰淡眼 富有地狱 明曰铁丸 富有地狱 明曰千刃 这种千刃地狱 就是造罪业造的多来的 若人多到这种地狱里头 在虚空中有千万把刀 就像下雨似的 下到下面来 这些刀有如雨点似的 把罪人的头也斩碎了 身上也斩碎了 把所有的骨头 肉都斩碎了 斩碎之后就死了 死后 又有一种巧风一吹 他又活过来了 又受这种的罪 富有地狱 明曰铁驴 又有一种地狱 叫铁驴 这铁驴地狱 是铁驴在罪人身上踩 走过来 走过去的践踏犯罪的人 富有地狱 明曰阳铜 又有这种地狱 二 把罪人放到烧化了的铜里边 既然铜都可以烧化 那么人一放到里边 也是会烧化 富有地狱 明曰暴主 这种暴主地狱 又叫袍罗地狱 我去年讲 《冷言经》的时候已经讲过 不过恐怕人都忘了 这个暴主地狱就是一个烧红的铜柱子 人抱到这柱子上 就离不开它 什么人会堕这种地狱呢 这是好淫乱 好奸淫的人 在生的时候 犯的银业太多了 男人也犯的太多 女人也犯的太多 总而言之 不论男女 犯银业最多的人 在死后就堕到暴主地狱 等人堕到这个地狱里头的时候 要是男人看见这个铜柱 就是他在生时所最爱的那个女人 于是就到那把她抱住 一抱住 殊不知 这个被火烧红的铜柱 就把她身体都给烧焦了 烧焦了 也就死了 死了 巧风一吹 又活过来 活过来 还是这样子 抱完了又抱 抱完了又抱 烧完了又烧 烧完了又烧 死了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像这样有很多次 男人看见这袍罗 是个女人 要是女人呢 看见这个袍罗 就是一个他在生所最爱的那个男人 于是 他也就情不自禁 跑到跟前 把他所最爱的男人抱住 抱住之后 也就被这种铜柱的火 把他烧得变成了灰 等巧风一吹 他又活过来 活过来又去抱 又去抱又死 死了又活 又抱 也是这么抱上就受罪 受罪就死了 死了又活过来 再受罪 这种东西是什么所成的呢 是不是有人预备这个东西 不是 这是因为他那个淫夜 淫欲的夜火 所成的这么一个地狱 所以我们无论男女 不要以为男女相爱是个好事 要是你走到不正当的路 将爱就堕落到这种抱住地狱 这是最苦的一件事 富有地狱 名曰流火 又有一种地狱 名叫流火 这个火呀 它是流动的 就像水似的 这种流火地狱 也是众生淫欲的火所造成的 富有地狱 名曰羹蛇 又有一种地狱 它的名字叫羹蛇地狱 什么叫羹蛇地狱呢 人死了做鬼 就有一个恶鬼 把罪人的舌头 用一个钩子勾住 再往上一撑 撑得几丈长 又长又肿得很大 然后搁下来 用篱笆 翻土的工具叫篱杖 就用那种篱杖 在舌头上荡来荡去 把舌头给荡出很多沟 为什么要说这种果报呢 就因为这个人在生的时候 毁谤三宝 说三宝的罪过 破坏三宝 比如说 不应该信佛 这佛根本没有 不是真的 佛法也是骗人的 和尚更是到处借着佛法 来骗人 不要相信他 像这样毁谤三宝 还有 口有四恶 一 恶口就是骂人 二 两舌就是对张三说 李四不好 到李四那儿 又说张三不好 把张三 李四两个人 挑拨得一点都不和气 成日斗争打架 三 其余是 无论男男女女 男人就专讲女人 说那个女人 你看怎么样子 生得很漂亮吧 这个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 专门讲女人的事情 那女人呢 就讲男人的事情 那个男人不错 又如何 如何 专门讲一些个 总而言之 这种不正当的 协议的话 这就是其余 四 妄言就是金撒谎 打妄语 因犯其余 妄言 恶口 两蛇 这口的四恶 所以就落到 羹蛇地狱 富有地狱 明曰措手 到这个措手地狱 为什么要措手呢 就因为在生的时候 杀害众生 先把众生的头 给抵碎了 所以死后 就落到措手地狱 好像虫子 雀鸟 禽兽 你杀他的时候 先一锤 或者一棍子 或者用什么东西 把头给打碎了 或者看见油盐 蜈蜈 你一看是个毒物 就用一个什么东西 一下子 把他的头给打碎了 因为伤害生命多了 所以死后 就堕落这种措手地狱 总而言之 你在生作什么罪业 死了就受什么果报 富有地狱 明曰烧脚 又有一种地狱 叫什么呢 烧脚 它专门烧你的脚 这个烧脚 不是说是 用火来烧你的脚 是你走到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就变成火 来烧你的脚 你的脚 就像一块蜡似的 所以你走到什么地方 就找火苗子 好像蜡烛似的 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着火的 所以这叫烧脚地狱 富有地狱 明曰淡眼 有一种雕旧 专吃不干净的东西 这种地狱 有最多这种救鸟 这种鸟看见犯罪的人来了 就飞到罪人的地方 两个铁爪一抓 就抓到罪人的两个肩膀上 想把它弄掉 也弄不掉 然后他把头往后一回 就专门刀罪人的两只眼睛 先把眼睛掏破 再把眼睛水吃了 又把罪人脑里头的谁也喝了 这时罪人就死了 死了 他也飞了 等到罪人活过来 他再飞回来 富有地狱 明曰铁丸 又有一种地狱 叫铁丸地狱 这铁丸像铁弹一样 由四周围都来打你 打你的头 打你的身上 什么地方都打 这样把人打死后 他就不来了 但是等你活过来时 他又来了 就是这种地狱 优优独播剧场